中共佛教会长因右肩女尼辞职,令私过禁止出国。中共佛教协会会长是学成,被举报右肩多名女尼,并导致至少三人精神失常,一人自杀事件。 有了新进展消息称学成15日请辞会长一职,目前在福州一小院闭门思过,禁止出国另外,他还将辞去全国政协常委等社会职务,广告中国网络上日前广泛流传一份长达95页的实名举报材料。 两位新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博士,袁龙拳赐前兜兼,已大量识据,检举北京龙拳赐助持,中共佛教协会会长是学成右肩多位出家女弟子,并导致至少一人自杀是学成,是中共佛教协会第一号人物,上述检举文件曝光后,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迫使中共不得不对国家宗教界开始介入调查。 8月15日中共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地,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是学成,辞去了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等职务,会议决定有眼觉副会长临时主持中共佛教协会工作港媒引述消息透露,是学成近日已被接回福州,在一个小院闭门思过,禁止出国报道说,是学成辞职后佛学工作,将有两名副会长到辞带。 大和尚,演绝大和尚主持,目前是学成主持的龙玄寺,已经关闭不少僧侣,也都离开了。 举报者之一是贤起14日接受查询,时旨在回复简讯,趁,正在开会是贤起曾任龙玄寺,职事,监院,兜兼等职,现任福建省玄州市永春县普济寺住时另一位举报者是贤家,曾任是学成的事者秘书和负责戒律作反事物的龙玄寺兜兼等,是学成性亲女迷至少三人精神失常。 8月1日是贤家和是贤起联合纸笔的检举文件,震惊中国舆论由于两人的检举文件目录明了内容详尽,举正充实,被外界称为是寺庙版的博士论文。 这份举报信,记录了多名受害人的口述。 内容包括是学成下女弟子发简讯性骚扰,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 她还告诉女弟子,门性爱是修行的一部分,内容不堪入目。 其中一些人说受害人被这种经历推毁。 精神变得不稳定甚至自杀。 举报人闲家法师近日在一封解释,信中揭露,2月份是贤起提报。 龙拳赐体系主要执事比丘,呼吁启动戒律调查室学成找出各种借口阻止调查并抹黑是贤起起魔障。 被人利用导致大多数执事比丘质疑。 不信但在6月另一集乐寺,比丘尼市选顶,化宁到北京龙泉寺向一些执事比丘举报是学成发信话题简讯和淫乱强奸尼众弟子的情况经过盘问查核。 一些执事比丘确信举报属实一些执事比丘质疑一些执事比丘,力图回避,压制是学成依然不承认并阻止四僧成立自清自律戒律小组进行调查。 此外两位比丘尼都提到至少有三位被外派的比丘尼,后来精神失常,或被遣送回家或被送至小庙,这些比丘尼也都可能是惨遭侵犯导致精神崩溃。 是学成被指披着袈裟的恶魔举报者之一的是贤起。 8月2日也告诉美媒CNN,她和另一举报者是闲家,坚持他们的言论并在跟当局合作。 她说我们已经递交了更多证据,我们现在将等待政府的调查结果。 是贤起向CNN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描述,她是如何开始调查是学成的她说,当时一名恐惧而紧张的尼姑,告诉她是学成,向她发送路股简讯。 在获得这些简讯之后是贤起和是贤家,跟警方联系,并向技术专家咨询,专家排除了是学成账号。 被害的可能性是贤起说,许多虔诚的女居是想要入寺,是学成总是同意她说,我不知道我是,再将她们送入虎口是贤起表示,是学成的博学形象。 在我脑海里,轰然倒塌,留下的只是巨大的恐惧,她是个穿着风袍的学模式学成篡生之路资料,显示现年52岁的施学成,拥有一大堆头贤如佛教协会会长,佛学院院长,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财军协会副会长,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福建莆田广化四方丈陕西, 福封法门寺,方丈北京龙泉四方丈等,2018年3月初任中共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是学成,之所以能在中共佛教界飞速高升,是得到时任中共佛教协会会长,和中共佛学院院长赵普出的赏识和一路提拔。 1988年,福建莆田广化四方丈退居时任佛教协会会长,和佛学院院长的赵普出,力排众议,举见年仅23岁的是学成,担任这座名四方丈。 1989年,是学成,又被任命为中国佛协副秘书长,时任中国佛协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仍是赵普出,1995年,升任福建佛学院院长,2004年担任法门寺住持,2007年创建法门寺佛学院,2005年是学成,担任北京龙泉寺住持,2015年,出任中共佛教协会会长, 中共佛学院院长至今,2018年3月两会,上升任政协第13届中共全国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一路提拔是学成的赵普出。 早期,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共篡选后,成为中共控制的佛教协会会长,2015年爆出有私生子,包养北大女生的少林寺政治,和尚是永信,也是由赵普出提拔,作为中共佛教界头目的赵普出,与中共闲党魁江泽民的关系不一般,在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前后照在佛教界召开会议,未将污蔑法轮功找寻依据, 在镇压后照普出在电台,电视台,报纸上攻击,诋毁法轮功,照在2000年年初已死亡,是学成也因积极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供撰写专文攻击法轮功,而被追查国际列入黑名单追查,此外是学成还是推动中国佛教协会,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的主要倡导者,并举办培训班还别出心裁, 推出在寺庙升血席的动作陆媒报道,是学成还和中共某些高官联系紧密,多位中共副部长,以上官员,甚至他请假都要向中共中央统战部请示报道, 趁是学成积极与中共高层互动,与主流意识保持一致,对于是学成又兼多位出家女弟子不少评论认为,党领导的大和尚出了这事,一点都不奇怪, 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封预言,佛法末世气后将发生变化,出现洪水众生不守道德正理魔道入佛门混乱佛法。